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究竟会发生什么 谁说女生就不会缠男人身子了 只见浴巾从身上滑落 然后她喘着出气缓缓地靠近男人 而这样白给的情况却不止发生这一次 故事还得从一个架空的世界说起 曾经的人类拥有魔法 可当会使用魔法的人越来越少以后 这群人就成了重视之地 开始被使用枪械的人们赶尽杀绝 时代的需求出现了一端水问官 这种高薪职业 其人物是逮捕魔女并陌生魔道遗产 二队魔道学员是专门培养异端水问官而存在的学校 学校有天才也有笨蛋 男主草地校却是后者 是指挥耍日本刀的三五实验小队的队长 俗称杂鱼小队 成员有机械修理大师班旧 和开头出现的狙击手女孩西元 后来超优等生樱花被养父监体市长 便进了杂鱼小队 因为他的杀亲太重 所以被要求在学校继续打魔 当晚三五小队要去逮捕偷卖魔道遗产的人 俗在面对苏维大叔的嘲讽后 展示了一波他草剔猪刃流传人的剑术 他的刀快到可以劈开飞来的子弹 可是罪犯却能通过魔岛遗产召唤机甲 结果新加入了樱花几拼一己之力 就将其打败 善良的笑小队关心樱花使我受伤 结果不小心摔倒而扑倒了樱花 手还放在樱花的藕牌上 这个举止也说明了樱花迟早会加入笑的后宫大队 这第一次合作 樱花看出了小队的站立很弱 也就不愿意与其为伍 但是笑坚持当他队长 跟着他去追查神秘组织幻想教团 一个实体不明的巨大魔术结社 但他们却晚了一步 又有一个女孩刚被人体实验了 樱花很自责又愤恨 他的家人就是被魔女杀死 准确来说是魔女控制他 让他亲手杀死家人 所以他在如此怨恨地要杀死所有魔女和清理魔道 而幻想教团的干部之一凶煞 属于S级危险人物 性格扭曲了他不喜欢这个 没有绝望和血腥杀戮的 和平时代 所以召唤出了古代的英雄 派他去破坏对魔道血缘 樱花二话不说就重去与英雄solo 他是世魔生物的候选人 是魔物弗拉德的宿主 可以借助他的力量达到英雄 但是在他要达到英雄时 弗拉德说自己是王之命要暂时退下 于是就消失了 没有生物的樱花根本不是对方的对手 在英雄要杀他时 失效站在他的面前 但就像他的刀再快 也消不了强大的英雄 因此之际 世魔生物迎谢之剑 拉比斯出现了 他与笑签订契约 成为了笑手中最强的剑 成功地把英雄打卸八块 为季节出后 疲惫着笑来到樱花的身旁 让他不要再一个人逞强了 以后他的负担 他可以分担一半 说完就晕了过去 虽然躺在樱花的腿上 但樱花却已经不再抗拒 之后生物拉比斯 以笑妹妹的身份入学 他喜欢保持人形 所以整天跟在笑的身边 而最近学院抓到一位 失忆的魔女真理 他被理事长骗入学 还把他交给三五实验小队保护 虽然失忆 但是真理依旧怀揣着 要改变世人对魔法偏见的梦想 所以他也想成为一名 以端审问官 想要杀光坏的魔女 可是樱花很排斥真理 两女一场戏 斗了一天一夜 然后在一场学院淘汰赛上 因为真理舍身作诱饵 为小队赢得了比赛 那樱花有些接受他了 这天樱花看到真理的资料 真理拥有超强的极光魔法的能力 而他一直为了保护养老院的同伴 被雄杀杀死的 在学院秋季淘汰赛的第二场中 雄杀从二花中显身赛场 并变出超强姐姐捆住了三五小队 他要带走真理 笑变身魔女猎人化 一身的铠甲加上银械之剑 本以为胜券在窝 但雄杀也立马变身 他的手中有一把战乱魔剑 雄杀故意把养老院的孩子们的尸体 召唤出来给真理看 真理痛苦懊悔到崩溃的表情 让雄杀爱得不行 想安慰真理坚强起来 去杀光恶人来赎罪 我会替你分担一半的罪恶 这句话似曾相识 男主撩妹技巧 似乎就是替人分担一切 不过战斗还没有结束 笑配合拉比斯变换刀的仰视 但敌不过对方的阴线而败阵 看到笑有危险 真理不顾自己的性命 而发射了激光魔法 本来只要真理使用魔法 就会爆炸的项圈 在樱花的帮助下并没有爆炸 不过魔法也并没有打中凶杀 接着三五小队配合 樱花和司徒做掩护 而真理把魔法攻击全部传给笑吸收 笑就在与凶杀对视时 输出了急功魔法将其打败 不过却还是让凶杀逃走了 别看三五小队战斗力好像不弱 可司徒在学校的成绩 差到难以毕业 他那无情的母亲 便命令他这个月上玩学 就去与李真公子结婚 打算用这一段婚姻 来保住戏机缘司徒的家族 李真是刚转来学校一个月 就当上执行委员长的厉害角色 正好学生会私下找到了樱花 他说自己的部下都被魔女免费斯托杀了 而且此人出现的时间 与李真来校的时间吻合 所以他在怀疑李真的同时 请求樱花帮忙 学院机到了 机典上可以收集特殊货币 各班机可以用它来兑换升班点数 也可以兑换现金 一定可以换钱 小竹斗志全开 要带着三五小队一起冲冲冲 很快 就要发现了四度的心事 于是要他今晚去自己家住 在沐浴室沐浴的头想了很多 于是便在沐浴结束后打算主动现身 就在四度打算更进一步时 门口却又来了三个妹子 正式队内成员 樱花 班鞠 真理 三五实验小队是很团结一心的队伍 所以兔的事情就是大家的事情 想要立马带领大家一起为营救四度而制定大作战 那就是提高四度的成绩 让他能够顺利升学 李真对于兔有一种强烈的控制欲 喜欢精神上摧毁兔 他作为这次学员季的负责人 让同学们在地上挥制奇怪的白线 樱花利用弗拉德的能力送关了整个学校 发现这是在画一个巨大的精神控制类魔法阵 由此可以确定李真和魔女梅菲斯托脱不了关系了 小金被梅菲斯托附身后去向会长开枪 所有又和李真前后夹击附身在樱花身上 索性会长穿了防弹衣 他急事去告知笑樱花有难 而梅菲斯托的目的大概是被关押在学院某处的露身 司徒被李真带走 等他醒来时神穿着婚纱 李真像个禽兽一样想跟他成亲 他暴力地将兔看成自己的东西 笑及时赶到 把李真走得尿了固子 而珍妮也在尝试破坏魔法阵 结果兔赶到帮他 追踪了梅菲斯托的符咒 等梅菲斯托再来要杀珍妮时 幸好笑也赶来了 但那世魔生物打不过 也幸好是兔解除了符咒赶来 用特殊子弹 让梅菲斯托彻底消失 只有兔的退学危机被解除了 而班鸠本是一家公司制造出来的冷造天才 从小就是发明天才 但是一天年幼的班鸠接触到人类的花本 开始对亲情朋友感兴趣的 直到有一天 他偷走了亚人结晶 并逃离了实验室 而反派幻想教团 仅然有一个长得和班鸠一模一样的能遭人遗杀 但同样是公司制造出来的 假如教团是为了复活妖精 那想复活妖精就需要亚人结晶 失去亚人结晶 复活妖精的实验也就无法继续进行 所以学院理事长找到了班鸠 想要批问他亚人结晶的事情 班鸠不做回答 回去后跟小他们告别就离开了学校 走向了危险的边境 小他们觉得奇怪一路跟踪 结果被积极暂时攻击 最终只有小跟班鸠逃了出来 其他情侣都被抓走了 班鸠只能先将小带回自己的藏身地 然后跟小诉说了自己的过去 可即便知道班鸠只是个人造人 可他还是愿意去保护他 知道对了那感情机会好奇的班鸠 打算跟小尝尝经过 但是物外的直升机轰鸣声 却阻止了恶人 因为班鸠也有要守护的人 他给小诉说了麻醉剂 班鸠以破坏亚人结晶为威胁 让依莎救下樱花等人 依莎救了他们 爱平安送走了他们 知道是班鸠救了自己的兔 简直要去实验室救回班鸠 之后知道做班鸠的公司 通话学院理事长 为他提供战斗力 让他去破坏依莎的实验室 疯狂的理事长出发了 在实验大楼的外圈一路披荆斩机 在实验室内的班鸠 已经和依莎在对峙 原来班鸠的目的是 带依莎一起离开这种非人的地方 重新作为彼此的归宿 但是依莎认为 四年前自己被班鸠背叛 而怨恨极深 想要摧毁世界 班鸠也是有备而来 他已经利用纳米机器 感谢了自己的遗传基因 成为了能遭妖精 这次凶杀突然出现 给了依莎一刀 班鸠备分的预期怼了一招 将实验室炸得差不多了 但是依莎还是死的 最后凶杀召唤出 依莎制造的机械飞龙出来了 这只龙是机械的产物 依莎与其单挑的胜率 只有0.4% 但是依莎有同伴 由依莎和樱花 用最后的魔力吸引飞龙 突用特殊导弹 狙击飞龙 突的第三发 虽然打中了 但是威力不足 依莎的魔力也用近 在无助时 真理将她的魔力传输过来 助她完成最后一击 飞龙被切成两段 战斗结束后 依莎来到了班鸠身边 一具愿意背负她的眼泪 也算是一无攻略的一位女生 一个关于魔岛遗产 非法交易的消息 于是三五十天小队 就潜伏在夜总会里 去寻找遗产 单纯的樱花装成小戒 却没办法讨好男人 被人调戏就发狂 差点抓出了人 后来抓到了饭人 被偷的是一枚 魔力极低的戒指 笑意外地戴上了戒指 结果这十一枚名钉戒指 会让使用者身旁的人 全部宛如喝醉 于是樱花他们竟然 全都扑到笑的身上 疯狂调戏 这后三五小队 又接到了新冷物 附近的海滩 一直都是夏天 结果等他们一道 改变想法 进行的玩耍起来 将冷物抛至脑后 不过最后 由真理土作与我 成功抓到了海底的妖怪 是一只大仗鱼 其实这个桥段的目的 终究是为了 尊许后宫动漫 必有的泳装设定 一定是这样没做 而笑的妹妹舒西 一直被学校秘密贯押 看着每天都被做 各种实验的妹妹 笑的愿望是一定要让 舒西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舒西又有古代属性 鬼 但她的力量 一旦被释放到外部 会将所接触的物质 转化为自身的一部分 甚至吞噬整个世界 以至少一次次地将她杀死 就是为了逼出她体内的意志 再杀死这些意志 以防止她的能力增长 尽管笑后的舒西 对于哥哥的念想无限增长 在她苏醒后 身体释放的意志 比遗忘更多 她跑走了 掏出了牢笼 找到了笑 笑明白自己妹妹 是多么危险的存在 所以她十分担忧 自己同伴们的安危 但是硬花她们都相信笑 愿意护送舒西回去 为兄妹恶人争取 更多的相处时间 她们为舒西 换上了正常人的衣服 舒西第一次接触她们 就喜欢上了她们 然而舒西向笑 提出了一个请求 请杀死舒西 舒西知道自己的力量 越来越强了 她不愿意再杀人 但是只希望被哥哥杀死 本来作为她们这个家族 出生的女婴 必须被杀死的 但是鬼的力量 代代增强 到舒西这一代 已经无法杀死的 一直以后来舒西 杀死了村里的很多人 肖跟小时候一样 不愿意杀死妹妹 在妹妹的力量 还没有达到极限之时 她都愿意一直陪伴 保护着舒西 正要杀死舒西 她定会 一同奔赴地狱 兄妹重逢时光很短 一时钟找到她们 带走舒西 她要把舒西 送到其他地方去 而幻想教团 也订上了舒西 拍出了干部残竹 和大蛇去接人 肖德之后 立马前往旧人 经验负责驾驶护送的车 但是她对于一端的 把经验打跑了 舒西醒了 小抱着她 看到她心中的痛苦和梦魇 这是凶杀出现 舒西看到被刺穿身体的哥哥 瞬间抱走了 舒西身体中爆发的意志 是遗忘的M倍 然而这是AI公司董事长 朱雀希望看到的 这是李市长 为了满足朱雀的好奇心 而牺牲一整片区的恶作剧 英娃为了从凶杀手中夺回笑 自愿与弗拉德前顶契约 成为魔女蝶人 她夺回了笑 笑却不愿意醒来 因为醒来她就得做出选择 杀死舒西 在这期间 三无实验小推的 大家都在为了笑而努力 他们不愿意让笑 被俘虏师妹的罪名 而努力地清理舒西的遗志 笑除了想要保护妹妹 还想要保护樱花他们 拉比斯听到笑的心愿 和她完成了神式猎手话 接下 尼泻之间将脱离 异端审问官的控制 而笑的灵魂将归拉比斯所有 笑更强了 她想通了 她要保护妹妹 保护大家 就算让妹妹继续承受 活着的痛苦 也要跟她一起活下去 笑成功地阻止了舒西 朱雀看到灾难消失 就早先离场了 而李世长却很兴奋 因为战争的导火索 已经被点蓝了 可不管之后会怎样 笑的一切 也有了三无小队妓女 一起替她背负 聘明对魔导学院 三无实验小队 皇上这部动漫的评分 并不是很好 但个人感觉 还是挺喜欢中翻的设定 虽然能秀是有脉络的情节 以及有一些酷似一刀羞弱的 秒杀镜头 但能就无法让我拒绝这种 卖肉海龙蓝的战斗后攻翻 唯独让我不太喜欢的设定 就是杀妹 太过分了吧